及名牌的大師 徐彥彬老師 哈囉 老師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好愛這個水果 是 真的 每年我們台灣會出兩次 對 然後五月的時候是比較多 再來就十月 對 超讚 所以老師用這個麵包 做麵包 因為我們現在做麵包 大家看到東西都希望色香味俱全 對 那它這個顏色又是紅色 看起來就很陶石 對 所以我們今天做的麵包 就叫我是火龍姐 可是這種會不會水分很多 對 就是因為它水分多的關係 對 對啊 我們今天需要用100公克的部分 我們把它先切下來 秤一下中央 你看我刀子切下去的時候 紅色會出來 對 漂亮 漂亮 對不對 我最喜歡吃這個水果 它吃完其實整個 不管你在 就因為它那個就是膳食纖維非常多 對 所以它那個排便什麼會非常順暢 而且水分很多 好 那像我們這樣剝開來的話 我剛才跟你講我大概100公克 它其實它就是水分 而且它有顏色的部分很好用 然後直接把它放在攪拌缸裡面 用水果直接來做麵包喔 對 倒是比較少見 我們一般可能就是把它擺在盤式蛋糕 或者是一些杯子上面 所以你是把它整個做成麵包 對 然後你弄起來的話 像這樣子的話也沒有關係 就把它放著 對 好 那它東西是這個 我們先把它撤掉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把這邊呢 我們的麵粉 放進去攪拌 然後對 鹽還有糖 然後我們的奶粉 奶粉 對 所以攪拌是重點嘛 對不對 對 那我們現在呢 因為呢 像我們用的是乾酵母 我們把它裝上去 我們用的是乾酵母 所以我會建議 如果除非你是用的是新鮮酵母 是 那我們就會建議你要用乾酵母 乾酵母加我們今天用的水 這個水大概是100公克左右的水 那這個作用是什麼 讓酵母活化性好 好 所以 可是我們一般去烘焙店 其實我們比較容易買到的是這種酵母 對 沒錯 所以就要像老師這個方法 就是先活化它 對 讓它把它攪拌 然後攪灑 那如果我灑灑的 我就直接把一樣就是 直接把它倒進去 對 然後會怎樣 攪拌時間會比較長 可是還是可以就對了 還是可以 攪拌時間會比較長 那裡面的話呢 像我們等一下用的蔓越莓 核桃 跟乳酪丁 或者是奶油 就是後面 這邊攪拌均勻之後才能夾 所以就是把它先活化之後 我們再放進去 其實效果會更好 而且省了攪拌的時間 對 好 那我們這邊OK的話 就把它啟動 那一開始它的速度呢 我們就先用一擋 因為如果你打得太快的話 它整個會 麵粉會噴得亂七八糟 所以一開始要先用慢速 對 用慢速 一擋慢速 因為老師你這台機器這麼超級 有時候我們在家裡沒有這種機器 所以我要問清楚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它的那個力道是要變輕嗎 對 就把它攪拌均勻就好了 如果用手攪拌的話就把它攪拌均勻 那你看說我們剛才今天用的這個火龍果 是整顆切下來的 對 它其實上午是從冷藏拿出來的 那如果你在家裡做的時候說這個很麻煩 你可以整顆切成丁之後直接丟去冷凍 然後起來的時候再來做攪拌也可以 它就當成冰塊的概念來做而已 就像冰沙那樣子 對 好 那我們這邊攪拌的話 火龍果大概散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換二檔 你的 你判斷是判斷那個火龍果 因為剛剛老師是很豪邁 就是一整塊直接下去 對 所以只要它散了 其實就可以加速了 對 沒有錯 然後像我們這邊呢 讓那個... 志祺姐看一下 還沒攪拌均勻有沒有 像這樣子 它就紅色的 是 對 而且它是紅白其實是分開的 對... 然後那個火龍果完全均勻之後 它顏色就會很漂亮 我們這樣子的量 大概可以做成幾個麵包 這邊的話呢 我們大概可以做六顆麵包 所以大小的話呢 一顆重量大概120公克左右 是 六顆耶 看起來少少的 老師只是隨便倒一點東西進去 最後可以有六顆麵包 對... 所以這中間可能 我們還是要經過一點發酵 是 對 然後再... 基本發酵的話 基本上一個小時是一定要的 一個小時 對 所以有時候我們做 像我們今天錄影下來的話 時間就會特別長一點 是 一個小時 當然我們的中間 都會把它剪掉 所以也非常感謝老師 這樣抽空來節目 然後教這樣子比較... 有一點點就是需要花時間的麵包 對 可是我相信這個是 很多觀眾朋友在家裡很期待想要做的 然後我們等... 整個都成團之後 我們就開始用三檔 讓它開始攪拌的時候 讓它出筋 是 對 成團之後就變最高速了 對 就最高速了 真的呢 顏色已經變不一樣 是 就有一點稍微比較粉一點了 就會像那個... 給大家看一下 像這樣子 對啊 粉紅粉紅的 對...就很漂亮對不對 對... 看起來還是... 看起來是變成是整個火龍果擴大版 因為它那個火龍果的籽 還是全部都... 都會在裡面 對... 對... 看起來不錯 所以看到有些人會說那是芝麻 不是那是火龍果籽 對... 火龍果其實真的在台灣 現在目前其實... 最近的量其實也滿多的 滿多的 而且好像不管你到哪個縣市 其實它很容易種 對...對不對 對... 有的人甚至自己家裡面 其實就有種了 對... 所以其實粉紅果是一個 非常好的水果 它... 水溶性纖維又多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熱量 又其實不是很好 對... 所以對所有的朋友來講 其實它是一個很好的水果 好 你看我們今天打呢 打了花了一點時間 大概是... 十分鐘左右 打起來的麵團就像這樣 居然可以變這樣 對 那這個時候要加什麼 包括我們的奶油 你看... 這奶油很少 對... 把奶油加進去 所以老師也都會自動... 就是... 少... 就是減糖 然後減油 現在的麵團呢 糖是讓我們酵母發酵 它基本的熱量 對 好 然後油的話呢 是因為它的這個... 成本其實滿高的 油的成本是高的 而且現在的人也沒... 麵包也不喜歡吃這麼油 是 好 那我們加進去之後呢 先用一檔 把油稍微攪拌均勻 然後再換成二檔 把它打散 我好喜歡那個顏色 我覺得那個顏色感覺就是... 除了討喜以外 你看看起來會很舒服 以前的話你看到紅色的麵包 可能就知道人家低兩低色素 所以不用 因為現在的進步很快 對 然後綠色的話通常就是抹茶 比較多 然後紅色的火龍果 對 那有些還有其他的 像我們可能... 像那個後山畫的那個叫做什麼花 它也可以來做 所以老師你都是用天然的就是... 就是... 我們在做現在所有東西都是天然的 比較多 那因為... 當然就是... 結婚機結婚會嘛 不要啦 對啦 就差滿多的 這個是事實啦 對 那這邊稍微攪拌均勻之後呢 我們最後把我們另外三樣東西 這個... 乳酪丁 藍莓 跟核桃 對 然後一直把它加進去 就全部給它很豪邁的下去 哇 老師 你這個果... 這個量差不多等於火龍果的量 是 對啊 所以果然豪邁 然後用一檔把它攪拌均勻 所以接下來就都只是攪拌均勻了 對 攪拌均勻 然後可以的話 我們就當它做基本大小 因為基本大小夠的話 你的麵糰它呼吸的夠 對 你其他的麵包才會好吃 對 我好愛去你們麵包店裡面 買麵包 我覺得每一個麵包 看起來都是這樣子很蓬鬆 然後而且搖起來 就是你搖的同時 其實鼻子就會聞到那個就是那個 香味 麵粉的香味 真的是好麵粉的味道 是 所以那個原物料其實好不好差滿多的 確實是 對 現在其實我們吃的都不多 那你當然就是要選擇吃的好一點 吃的健康一點 對 好 我們稍微炒均勻了 看不到火龍像這樣子其實就OK了 就等於把它全部都拌進去 對 像這樣子 好 那麻煩你那個烤盤幫我拿一下 烤盤可以上來了 對 意思就是已經快要可以好了 可是老師我們還有一個東西沒有加 那個是要包的時候才要加 我以為你忘記了 沒有沒有沒有 不會忘記 不會忘記 我們通常最喜歡找茶 看老師有沒有可能失誤的地方 這樣好啊 可以提醒我們 那我們找到茶我們就會很開心 如果呢你攪拌起來有沒有像這樣子攪拌起來 你看你看這顏色真的好漂亮喔 我跟你講放的時間越長顏色就越退 對 會淡掉 對 會淡掉 對 這樣子啊 放的時間長之後顏色會淡掉 像這樣子 然後把它分好 然後你可以 如果你怕油的話 怕黏的話可以放一點沙拉油 沒有關係 奶油 沙拉油或烤盤油都可以 對 然後我們拿一個塑膠袋把它蓋起來 塑膠袋在小便這邊 好 好 所以這個時候先不分團 對 先不分團 那我們是要再蓋起來 然後呢 可以的話 對 蓋棉被的概念 可以的話讓它發酵 對 溫度的話不要太高 基本發酵溫度不要太高 因為就讓它極度呢 38度左右 讓它慢慢發酵起來 一個小時才能做分割 好 那我們要休息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我們來等著它 看它的顏色變化 還有大小的變化 等一下囉 老師 怎麼顏色差這麼多 天然的顏色它一定會褪色 感覺好失落 尤其像我們放在這個常溫底下 或者冰箱更快 更快 對 冰箱更快 對 它就會有向上滷管 剛剛真的感覺有一點那種 粉紅少女心 現在整個落差了 現在也是有粉紅少女心 看得看 感覺 所以老師 如果我們在市面上看到那種 它講是火龍果 然後顏色是 非常非常鮮豔的 都沒有褪色 那個 那就是有問題 有秘密在裡面 對 然後我們用一點沙拉油 是要護手嗎 護手霜 對 看你抹的那個動作就很像 然後我們把它稍微分割 你看它完全不會黏在盤子上 對… 如果你弄得好的話 是休息夠的話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一顆的重量 你可以用100 可以用80 都OK 對 所以我們這邊要6顆 對 所以老師是豪邁型的 就是一顆大概快100 對 所以每一顆平均大小 其實都要差不多 都是一樣 因為我們在… 因為你烤出來才會一致 因為我們今天烤箱它是有蒸氣的關係 對 所以它起來的話會比較OK一點 那如果我們家裡一般這種就是家庭式的烤箱 怎麼辦 家庭式烤箱也可以用啊 只是說它的口感各方面沒那麼好而已 所以有蒸氣就會有差 你蒸氣打下去之後 它的整個口感各方面就會比較OK一點 是 好 我們把它稍微滾圓一下 然後就可以放這邊 對 這時候我們還要再醒嗎 對 還要再醒 還要再醒它 大概醒還要再醒20分鐘 你看老師你隨便這樣這樣滾一滾… 它真的很聽你的話 不要搓太… 不要搓太久 對 我看你就是這樣空空的 很簡單這樣子 輕輕的 不要搓太久 搓太久的話 也會有點這個讓它溫度太高 溫度啊 對 溫度太高會怎麼樣 溫度太高的話 你的酵母就容易發酸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做 像現在的我可以的話 家裡麵的設備OK一點 對 像我會建議你現在休息之後 讓它可以比如說讓它溫度低一點 然後慢慢發酵 那其實那個香味會比較好 這個時候就變溫度低 對 剛剛是建議差不多37、8度左右 對 那現在就要稍微低一點 對 一樣差不多35度左右其實OK 如果你要更低的話 就是除非你的麵包 是要長時間發酵 好 那我們用這種方式的話 你的麵包讓它自然膨脹會比較 不要用它外力讓它溫度太高 所以有時候在學生在考試的時候 溫度會把它調整到40度 其實那個溫度都太高 麵包都會比較粗一點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 一樣用塑膠袋把它蓋起來 那這樣子要再讓它醒多久 20分鐘 這個時候再醒20分鐘 20分鐘 對 好 那我們就等一下 再等20分鐘 應該就快要可以吃了對不對 沒有 要包完之後 最後發現還要40分鐘 還要再包啊 對 包餡我們的 剛才滷肉餡它沒有包 所以真的是很費工 所以觀眾朋友期待一下 所以等待是值得的 對 你看好像這樣好了 那我們先幫我們裝一下 我們先裝餡 對 這是這個昆布起司 對 我們包中間的 老師你把它放到這個擠花袋裡面去 是等一下是要擠進去的 對 我們就不用包的方式 我們擠的方式會比較好一點 喔 漂亮啦 就很像我們在擠進去泡芙那種 對 方式 這顏色目前已經習慣它了 因為已經忘記那個 最康開始那個很亮的粉紅色 所以有時候我們打好麵糰 要放冷藏或冷凍的話 它的退冰速度會更快 因為有時候會看到 因為不習慣是昨天發生什麼事了 對啊 那退色 對 現在已經習慣了 現在因為一直看到這個顏色 所以觀眾朋友要記住 這個顏色才是正常的 對 好 那我們好了之後呢 起來 好 就是一樣用麵粉排氣 翻過來 拉開 這個動作是在排氣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乳酪包進去 是 捲起來 這樣捲起來 我看老師都是直接壓兩側 對 漂亮 要不要來試一個 我不行 我怕毀了你的作品 好 一樣的排氣 散過來 然後把它壓往上 有時候因為乳酪比較多的話 它可能會比較難包起來 你就自己散過去 反過 那可是老師 這個像這個 如果它露在外面的話 沒關係 沒關係喔 對 到時候烤會不會焦掉 會有一點點焦香味 但是它不會焦掉讓你變苦 是 因為像這個就完全沒有露出來 會讓你變苦的是什麼呢 我們的蔓越莓 果然 因為它有糖 對 對 像這個的話沒關係 開花你看那個 對 所以就知道我們的料 放的到底有多少 那每一個它只要 重量一樣就好了 對 所以這些像露出來的這些 就都沒關係 不管它 沒有關係 我好喜歡看那種 就是你看 像這樣子的麵包 看起來不老的老師傅 就是一直是經驗豐富的 你看它那個手多巧 好像 看起來很好玩的樣子 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所以我不敢動手去做 回家我們自己做沒問題 可是在老師面前 當然就不行 有時候學生也會 奇怪看起來做好像很簡單 對 自己在做的時候 就覺得笨手笨腳的 沒錯 所以你要想想看老師 老師你是幾年的功夫 三十幾 到底是三十一還是三十九 就不用說得太清楚 對 不需要講得太清楚 有時候出去人家說 真的有到四十嗎 我說對 都已經四十好擠了 好擠了好擠 真是想把其他的 寄在銀行裡 是啊 如果可以寄的話 好像很難 寄錢都會變少了 下次考慮一下 看有沒有可能 可以把其他的年齡 把它鎖起來 記起來 好 只是這個做好之後 最後的發酵 一定要麵團兩倍大 要等到它兩倍大 對 兩倍大 原則上的時間 大概要花到四十分鐘到五十分鐘 我記得之前老師在節目曾經說過 就是麵團是這樣 就是說 凡是你動過它一次 你就要讓它醒 休息一次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不讓它休息太多次 因為你太多的話就會變酸 像剛才講的 像這個蔓越莓的話 你就會做個小技巧 把它放裡面 對 你放外面的話 它會容易焦掉 對 那焦到有時候怕有一點點苦味 是 對 那我們等一下醒 比如說讓它醒四十分鐘 變兩倍大 對 那之後我們進去烤 要烤多久 這個烤的話 因為我們的烤箱比較OK 這個烤的話 大概是十二到十五分鐘就可以 是 好 像這樣子的話就可以 然後一樣 我們就是 再給它蓋起來 再蓋起來 蓋好 不要讓它跟空氣 因為空氣碰不到 這有點像寒急 寒急 這個長的樣子 對 有一點像寒急 我們下次可以做一些寒急麵 對 好 我們這樣等四十分鐘 對 要等四十分鐘 等它兩倍大 可以烤焙 再等一下 再等一下 真的就可以進烤箱了 是 真的有變大 有變大 好 麻煩應該來看一下 所以等待是值得的 對 而且你讓它這樣自然發酵 它其實它的香味就會揮發出來 對 然後中間其實我有去偷摸它 它變得很軟Q 對 就是軟軟 然後我們開始就先撒麵粉 現在撒麵粉在上面 對 現在撒麵粉 撒麵粉 這個撒麵粉要不要來試試看 這個我行 這個我行 對 那這個 對 可是好像還是沒有你順 為什麼 你可以大拇指 那個食指稍微動一下 它粉就會下去了 這樣 對 那撒這麼多嗎 沒關係 沒關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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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要剪 剪的話剪十字形 這樣子 哇 這個外型就有一點像火龍果外皮一樣 對 我們就是要符合它們的需求 所以這個我們叫做我是火龍果麵包 對 我是火龍果麵包 這名字取得真可愛 我們像跟大陸那邊也有做一些技術交流 是 然後我們也是會把一些產品 不過它們的變化比我們快多了 它們的局與反三 是 太快了 太快了 對 不過我們的創意無限 對 好 剪好了 大概剪五到六刀 像這樣子剪好之後 那我們要進烤箱 進烤箱 然後老師說依照每一個烤箱的那個 就是溫度跟性能不太一樣 對 那我們現在烤箱呢 上火用200 下火180 然後記得要打蒸氣 要打蒸氣 好 然後計時 計時要多久 我們先計時 七分鐘 七分鐘 烤焙時間的話大概是12到14分鐘 所以七分鐘我們就是要掉頭 對不對 好 等一下 真的已經快要可以吃了 等一下囉 好 我們現在差不多七分鐘了 對 剛剛好叫 真的 真的 對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聽到這種叫聲會有很大的期待 真的 我不知道老師你可能已經拼膩了 像我們不會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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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長得像這樣子 感覺好像已經快完成了 對不對 對 然後你要轉頭之後呢 再推進去 再進去 對 但是我們要說 那它等一下大小是差不多就這樣那麼大嗎 對 大小差不多就這麼大 所以我們就進去再讓它烤個 對 然後我們再烤個五分鐘 再五分鐘 來 我們時間快到了 喔 其實這樣也挺快的喔 是 新鮮的 我是火龍果麵包 對 火龍果切塊之後呢 直接整個下去攪拌 我… 老師我大的你小的 好 為什麼是你比較大我比較小 當然是這樣啦 對不對 因為你常吃 你常吃 對 你看那個麵 然後裡面這個餡 對 這個… 奶油餡 橫木起司 好吃 這麵包好香耶 越嚼越有香味 光聞到那個麵包的香味 就感覺非常滿足 一般其實有時候啦 我覺得 現在到處都有很多麵包店 可是真的用的麵粉 如果不一樣的話 其實確實會香味不同 像我喜歡去老師店裡面買麵包 是因為老師的麵包真的一拿起來 雖然就算是很簡單 很古早味的那種就是紅豆麵包 你光咬起來就是這種麵粉味 好香喔 然後感覺好真實的感覺 然後再加上這個cream cheese 還有我還會咬到堅果 堅果 核桃 蔓越莓 對啊 而且那個麵包是Q彈的耶 所以等待真的是值得的 是 我們今天到底等多久 這樣全部加起來大概兩個小時左右 真的 光等就等兩個小時 是 對 真的是辛苦了 所以觀眾朋友 可以動手做 可是如果你真的覺得太難就跟我一樣 直接去店裡買 謝謝 不然怎麼辦 是啊 然後還有一個是要注意這個顏色才是正常 這就是新鮮真正的水果做出來的 對 新鮮的水果打出來的顏色就是像這樣 它一定會褪色 嗯 所以它不是香料做出來 不是滴幾滴那個色素出來的 非常謝謝老師帶給我們 就是用台灣目前盛產的火龍果 然後直接做成水果的麵包 然後加了很多健康的食材 然後料非常豐富 嗯 如果你有興趣 按照節目看 動手做做看 非常謝謝許燕斌老師 謝謝 素食夠健康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